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地暖和暖气 如果说出现不热 或者说您第一年开始供暖的话 应该如何让您家里面更加暖和 这条视频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看完 从简单到容易 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排查暖气不热的一些问题 地暖和暖气 先说暖气 因为暖气会比较简单 暖气一般情况下 通过排气来解决 如果说排气没有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那么肯定是哪里出现了堵塞 或者说你的病帘和串联 最终循环不好 那是解决不了的 这种能解决的就是排气 或者说直接进水都不热的话 是因为你的阀门出现了堵塞 这种具体 如果说地暖的话 就相对来说会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地暖解决也是排气 排气的方法 在我主页的视频 或者说你直接在平台去搜索地暖排气 也可以找到形影的视频 去查看一下 也是非常简单 普通业主都会自己做 第二个 就是地暖会有过滤器 它过滤器在哪 它是斜的 一般是45度 它是在你的分水器的位置 或者说在你水井的主管上 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没有的话 建议你加一个 要加这个过滤器 过滤器 它能够过滤的是一些粗的颗粒 泥沙这些东西 它出现堵塞的话 整个循环都会差 这种要有专业的工具 至少有一个扳手 把它拧下来 进行冲洗干净 就可以了 这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万一自己解决不了 找一下物业 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你家地暖 在解决了前两个问题 还不热 或者说 你这个地暖 已经用了好多年 都没有 就是说突然就 温度越来越下降 那么肯定就是地暖 需要清洗了 一般地暖的清洗周期 五年左右 就应该进行一次清洗 清洗地暖的过程中 具体的咱们怎么清洗 它们是有专业的工具 专业的方法 有脉冲式 有子弹式的这种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一般是子弹式的效果 会更好一点 但是提示您一点 在清洗的过程中 您这个分水线 一定要进行拆解一下 看看阀门 有没有出现堵塞 尤其是非同质的 这个分水线 是容易出现一些锈斑 将我们的管路 进行堵塞的 如果说刚才所说的 这些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包括前面说的这个暖气 也没有解决问题 您并不是需要直接就挖开地面 重新铺设 没有那个现象 您需要做的呢 就是加一台循环泡 加循环泡呢 有些地方啊 是按照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 现在我们很多新小区 都是按照你走多少流量啊 进行加这个循环泡的 加这个循环泡的 那么你流量多的话 肯定你的地暖的费用肯定就会 空暖的费用就会高一点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增加循环泡的 因为你增加了循环泡之后 你的邻居 它的流量可能就会被降低 所以说呢 这种是最后一个方法 谨慎去选择的 但是这也是最终地暖和暖气都不热 能够解决的唯一的一个办法 好了 今天呢 都跟大家说这么多 大家呢 从简单到容易啊 一点一点的去排查啊 并且逐路啊 逐个暖气去排查 好了 我是大崔 观众都要求每个期间 下期再见